给这个Image 什么控制像 它有一个那个 图片的UIL 就是它的路径 那就直接传给它 后面传给前面 这样子它显示出来 就会是这个图档 不过这个前提是 你原来的这个名称 也要跟 你Zoe Down List 里面的名称 是一致的 是同步的 这样的话 程式都写完了 我们来试试看 把它Save 存档 存档之后呢 执行 执行之后 来试试看 点下去 比如说今天点的To To 点下去之后 会踩那个 事件嘛 Index Change 它改变之后的话 就会 好 执行刚刚那个程式 那个程式就是 我去把 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Image A Image A 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它Image UI 去改变成什么的 改变它 这个上面有个名称嘛 对不对 后面加上点JPG 什么 点JPG 那这样不就把它换过来了 图档就换过来 那再试一下 那因为我有那个Auto Postback 就是我按 不需要再按一按钮 所以点下去 它就自动 帮我去做重整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你会发现 很方便 点哪一个 马上就可以看到哪一个图档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个范例了 就是 可以更换 那你这个按钮 还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也 12生效其他的 那也可以增加 那 这一边的话呢 刚刚程式码 就一行 大概进一下 就这个 Image A 就是 Image Ui 等于 桌章列1 点Tax 后面加上 这个 这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 这个名称 那最好是你刚开始 就把这个名称 稍微改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后改 比如说 Image 这个ID 它原来叫 桌章列1 那我如果要更改 就直接 D D L A Enter 改了之后呢 你再点两下看看 它这里有没有 有更改吗 没有更改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今天执行的话 因为你已经改了名称了嘛 所以它现在 欸 还是会跟得动 有更改吗 看一下 那这个名称有改 可是这个没改啊 有没有 但是 它后面会帮你改 也就是 DL 它有一个比较聪明的 就是说 你改了它 也会跟着改 帮你同步去做修改 同步 但是 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 可能也要跟着改 它没有改这个 这个名称 所以很容易就是说 它可能改部分 没有改全部 然后会造成 那个程式上的错误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在 在修改之前 建议你们先把 这个界面 改成DDLA 再点两项 再点两项 撰写这个层次 DDLA 把画面 欢迎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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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